一个转子八面敲击 它是如何视坚硬的背壳 如中如物 一张巨口三个筛子 还有怎样实现对扇贝的美味留存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扇贝脱衣记 每位海鲜叫人赞不绝口 面对转瞬即逝的食令海鲜 发明人拿什么来溢宝食客们的口服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扇贝脱衣记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熙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孟华老师 彭老师你好 彭老师今天送你一盘美食 像豆子一样 豆子 再看看 这应该是海鲜 海鲜 我这个离这么远都能闻到它有一股海鲜的香味 虽然是干了 但这个清香还是保留的 那它是 应该是贝类吧 扇贝 它这个其实是干贝了 就是把扇贝的肉取出来 经过干制以后变成了这样的比较硬 但是闻起来是非常的鲜的 对 一般我们用干贝来煲汤 你像比如说干贝冬瓜汤 都是非常的可口的 对 那个汤只要搁进它以后 就非常鲜 但是我问一个问题 你知这个干贝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这个当然难不倒我了 你瞧 我的记者朋友呢 就在扇贝养殖的现场 咱们赶紧跟着它 一块去看一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中国海岸线的最东端 山东荣城 离这两百多公里外呢 有八仙过海的美丽传说 但是我们今天不说吕东斌 何仙姑他们的故事了 而是说一说 那些漂浮物下面的东西 那就是扇贝 在山东荣城一带 这里绝大部分扇贝 都是人工养殖的 扇贝们在这些漂浮物下面 静静的成长 美味的干贝冬瓜汤 从这里便开始酝酿 然而当我们打捞一笼上来时 却怎么也无法与干贝联系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师傅你好 这个是刚捞上来的扇贝 扇贝不是很大的吗 很大的呢 这是扇贝苗 扇贝苗 大的在那边 大的在那边 这扇贝苗养了多长时间了 养了有三四个月吧 三四个月 那要是把它养成那个大的 咱直接可以食用的 得多长时间 十七八个月吧 十七八个月 就大概一年半的养贝 好 谢谢 扇贝如果成熟 需要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成长 而这些只是刚刚养殖了几个月的小扇贝 看来要想吃到这一茬的干贝冬瓜汤 要等到来年了 那么去年已经下苗 现在已经成熟的扇贝 又是怎样的呢 这时被打捞起来的扇贝笼里 丢出来一个活物 这让记者好奇了起来 跟渔民的聊天中 我们得知扇贝其实也有天敌 那就是海星 为了避免扇贝受到海星的侵害 当地都采用龙氏养殖的方法 那么这些没有受到天敌袭扰 已经长大的扇贝 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就是打捞上来 有十八个月的扇贝吗 也长成了大扇贝了 这养扇贝放笼子里面需不需要吃料什么的 不容 不容会长 那它还这个 阴阳挺高 阴阳挺高 那一会怎么吃啊 回家煮一下 扑一下丁 都能吃 吃里面的肉 挺鲜 那个肉好吃吗 好吃啊 太鲜了 太鲜了 我都想吃了 马一看 一看着别着就口肥了 拿刀扑一下 看一下 哇 漂亮啊 这是边 这是丁 一般都是 鞭子打走 朋友三倍成 丁 生吃啊 生吃啊 这鲜 你尝一下 真的 别骗人啊 真的 没想到 这刚从海里打捞上来的扇贝 竟被这位大哥 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 这时记者终于忍不住 也尝了个鲜 那我也尝一个呗 你啊 行 来 我吃了 这鲜多大 哎呦 这就是鲜味啊 嗯 这个呗 没叫好 吃这一个三倍成分 得三个鸡蛋 一个三倍得三鸡蛋 营养价值这么高 再来一个 熬一天吃六鸡蛋 哎呀妈 好吃吧 不错不错 这鲜味 哦 来哥们尝一个来 扇贝有两个壳 大小几乎相等 它的贝壳很像扇面 所以就很自然的 获得了扇贝 这个名称 我们通常所说的扇贝肉 就是去除了旁边的胃和卵 剩下的白色柱状物 学名称为 碧壳鸡 肉色洁白细嫩 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 扇贝的吃法有很多种 最常见的 是用水煮熟后 蘸调料吃 还有蒜蓉粉丝扇贝 它们的共同点 不用将壳和肉分离 其余就是各种炒扇贝肉 这些做法必须将扇贝壳与肉分离开来 所以当地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 将壳与肉分离后冷藏 再运往各个地方 当然冷藏也是有局限性的 要想在一年四季都吃到美味的扇贝 那就得干制 它只需在太阳下自然晾晒半个月就成 干贝冬瓜汤便可以随时享用了 可是吃起来爽歪歪 扇贝去壳的事 却让当地很多加工户 甚是头疼 有点难过 肯定难过 你看 坑肉挺威士 我们一起去看看 它们是如何完成大量的去壳取肉的工作 吴老板 吴老板在不在啊 您是吴老板是吧 你好 我还发明中央电台 我还发明栏目的记者 我打听说您这是加工那个扇贝肉的是吧 是是是 现在是正在加工吗 是准备加工吗 那您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脱的过程 就是扇贝进入这个角容以后 洗刷以后 进入锅里 锅里蒸锅 蒸锅对 蒸煮完后呢 蒸煮完后 主要是给脱壳 把壳脱下 生肉了嘛 脚起药里面的肉 原来 现在所谓的人工托扇贝壳 也基本上实现 半自动化了 首先 拉回来的扇贝 由于附着了一些泥沙 就将它们放入这个旋转的 往下有些轻角的冲洗装置里 而后 再投入这个蒸炉里 吴老板说 只有将扇贝煮熟了 才能更快更好的 将扇贝肉脱离下来 并且 煮熟后的扇贝 更易于保鲜 和干制成扇贝丁 可是这扇贝煮多久 才算熟了呢 它正在这地方 不会堆积起来吗 应该不会的 为什么呀 它里面是双层链条 是不锈钢做成的链条 就陆续走动 就是链条在下面 它会带着它往那边走 对对对对 但是 但是我 我认为 你这样您这下面是煤炉 是吧 对对对 那么高温的链条 在下面烧久了 不会坏掉吧 应该不会 不会啊 就您这经常用着的 对经常用着 没坏过 没坏的 它一般的 它在蒸的过程当中 它走一趟就行了 对 基本上嘛 它走着很慢嘛 它走一趟到那个地方 多长时间 大概有一分钟左右吧 一分钟就好了 这可以熟了 就熟了 就可以脱肉了 可以脱肉了 投入蒸炉的扇贝 在传输带的传输下 经过大约一分钟的水煮 就是吴老板说的 最佳效果了 哇 它这一个一个的 这个是 这就是出来的三味肉是吧 对 很鲜的 很鲜 有点烫 可以吃吗 可以吃 直接吃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要拿掉吗 没有 都可以吃的 没有当东西 可以 很长呀 可以 好吃 很鲜 在记者看来 这煮熟了的扇贝肉 比直接吃生的 要入口多了 这边来几个 我不能吃多了 还能多吃 吃多身体受不了了 有两价值的 然后这掉下来之后 咱们这个 就是 这两个人工 先剪一遍 剪一遍肉 掉了 对对对 把你剪掉的肉 脱掉的肉 剪一遍 吴老板说 煮熟的扇贝肉 都张开了口 容易自然脱落 后面 只需要人工剪食就可以 你们剪三遍肉有困难吗 有啊 困难在什么地方啊 费劲啊 费劲啊 啊 汤啊 汤什么 那您现在一直 建制这么久 手会不会 有什么受伤的地方吗 有啊 也有啊 啊 那您这孩子辛苦的 在卖这些这个剪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给老板 打着打着 加分吧 哇 还搞辛苦的 当然 如于传输带的长度有限 还有些来不及剪食的扇贝肉 就会落到地上 这时 再安排一些人工继续筛减 就算完成了脱壳取肉的整个过程 你们好 好 你们这个扇贝剪的话 心不辛苦 没有人太辛苦了 那您这个在剪这个扇贝肉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扇贝肉比较难脱下来 一半都能扒出来 就是太划手了 哦 其实扒都能扒下来 就是太容易伤手了 那您这手套 还要动画水了 都划开了是吧 我看看 这就是划开的手套 那也倒也是 您看这手 这剪久了之后也会泡得白白的 挺辛苦的 说老板 您看这些肉都剪到这桶里面了 然后您后面 这些肉怎么办呢 剪清洗以后 如果几次清洗 你要这样洗干净 清洗之后洗干净 然后在冷藏吗还是 再冷冻一下 冷冻 然后后面就可以加工成其他的一些食品 对 加上个成品 成品 哦 那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速度感觉还是很快的 还是不行 现在营工这么费也不好找 挺麻烦 你看那副也挺辛苦的 累得腰身腿疼的 好 那您这人工难找 然后费用也高了 您有没有想到付他一些办法来 对 我现在很苦恼 今天想着办法 我有个朋友正在研究这种脱壳机 有人在研究了 研究 研究出来没有 正在研究 要不带你去看看 远不远 不远 正太远 那您先带我去看一下 好好好 吴老板说 半自动脱壳取肉 效率上还满足不了他的订单需求 再说 人工的辛苦不言而喻 最重要的是现在人工比较难找 而且费用也高 自己就挣不了几个钱了 所以说 他之前就已经找好了一个懂机械的朋友 帮他做一个代替人工的机器 这就是你朋友家了 对 这是我朋友老李的小座 老李 他做得好没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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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央电台记者 你好 那个是 你们是朋友是吗 对 朋友老李 老李 您是让他帮忙做了一个 三倍脱壳机 三倍脱壳机 现在做好了没有 对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什么 发明人李福谦 发明项目 扇贝脱壳机 我是李福谦 主生土壤的山东農城人 从小我就喜欢机械 中途到日本 接受了三年专业的技术技能培训 我在日本还参加过比赛 还得过奖 那时候我用的名字是李福谦 回国后 我就自己开了一个专门研制各种替代员工的小做 现在主要解决水平场水产行业的招工难用功难的问题 比如说清洗掉氧上面的东西 洗牡蠣油的东西 各种加工 各种加工 变成海带的机器等等 我坚信 发明 改革命名 智慧 创造财富 我说前两天 加工扇贝的吴老板找我帮忙 做一台扇贝脱油的机器 我现在刚做好 那你能告诉我一下 它怎么把扇贝脱壳了吗 是电机带着尺文 然后咬合着 用叉转 转利用离心力 这个扇贝从这里进来 进来在翻滚的过程当中 这个柚 柚比这个孔要小 柚子从这里掉了 那个壳掉不下来 壳顺着从那头就走 就出去了 就出去了 这样又壳就分开了 又就掉下来了 就靠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托壳 这能挺吗 这么简单 我看不一定能好使吧 吴老板比较怀疑了 跟那个洗壳几差不多 没问题 能好使 好使 那您像这个 拿扇贝来试试 我这没事 没有扇贝 您这没扇贝 我想到的东西 送 有一个东西 使别的东西剔一下 好 您父亲 你好老爷长 这是种的什么呀 拖头 您准备是拿这个试的 找这个 找个有没有试试 就里面小土豆跟这个秧 秧 然后分离 看看是吧 有没有土豆 还有没有 有没有 有有 还有还真有 对啊 好粉的呀 白白的 好 咱不要多了 这太多了 老爷子辛辛苦苦重 就来这几个 那起不了 没想到 你父亲想到的测试的东西 居然是这刚刚长成的小土豆 它的目的是让土豆与土豆羊分离 这样也能间接说明可以脱扇贝壳了 是不是这样呢 小土豆会不会答应呢 好 我开一下电视试吧 小土豆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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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的效果 吴老板 秧子太轻了 秧子太轻了 太轻了也许下来了 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我看这土豆正好甩着甩着也掉地上 这个秧子也是从这出来 是按照您的预计从这出来的吧 应该是秧子 秧子是代表壳吧 它从这出来出来 你看这土豆也有从这儿掉出来了 这个土豆不规则长得有点大 除了这个不规则的 稍微大点的土豆和土豆秧一块出来外 其他的土豆都从李古签设计好的孔洞里 提前掉了出来 这样的结果也得到了吴老板的认可 还不错吧 看这个按这个扇贝的原理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也可以是吧 那您家咱们来的时候 不还有很多扇贝没拖吗 有啊 要不咱们把这个继续拉过去给你 是是 吴老板的还不错 说的有点勉强 但是既然朋友费心做了 试一试 还是要旅行的 它就是相当于这个东西就是代替了咱们之前那个那个两个人工的坚持 然后还有后面那一群人的那个用手扒扒了那个战贝的那个过程 对对对对 谢谢 我看这下面这么多箱子是干嘛用的呀 呃 回头就是那个 鱼拖下来以后不能掉地上 好 期待了 好 期待好 期待 您是说的它速度快吧 但是质量 速度快 吃质量也好 质量也好 质量不好 质量不好 好 搞自己考虎了 质量好 质量快 质量快 但是那个效果呢有你们人工减的好吗 效果 看来在大家的印象里机器的速度肯定是占优的 但是最后的效果嘛有觉得不行的也有模棱两可的结果到底如何试一试就知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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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不错了 感觉挺好啊 还不错 还不错在什么地方啊 起码是速度能快点 速度很快了 嗯 比英国很快 嗯 但是到底您觉得这个 这个 还可以吗 可以啊 还真不能小看了这么简单的东西 效果得到了吴老板的认可 然而路遥知马力 这不在连续工作了十来分钟后 吴老板似乎发现了问题 赶紧跑过去 让李普迁将机器关了 究竟是什么问题 让吴老板如此着急呢 不算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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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水了 我看到 割了什么 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壳的边缘跟刀一样 就这样给割了是吗 对对 就滚在过程当中 你看这个老黄它碎了 它不是破碎了 可能这是因为它呢 一割它就碎了 真是啊 那这个问题好不好解决啊 不太好解决 但是如果不解决的话 这样肯定是不太用的 卖不出价格了 这做出的成品很难看的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两个肉颜色怎么不一样呢 这是公的 这是母的 上面也有公母 那怎么区分 这个母的特别漂亮颜色 黄色的 公的是白色的 乳白色和这种黄的颜色是吧 对对对 但是我这个机器在运作当中啊 因为我一直关注的 关注的点可能跟你们俩不一样 因为我关注这个地方 你看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安全 在转的过程当中 要人呢 不把那个挂上去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 如果你要是改进 除了把这个质量提高之外 这个方面 你也得 就保护 就保护起来了 收拾了残局 李福谦痛定思痛 不能为了图快就取巧 看来得拿出点真本事了 要不然可就被吴老板 这个朋友看扁了 经过半个月的研究制作 全新的扇贝托壳机完成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 它是如何想到的 又是如何分离扇贝肉的 老李 新机器做出来了 你好你好 这是改变了一种方式吗 对 这次是不用滚筒的 不用滚筒 是怎么改变的呀 利用它振动的原理 振动 振动 就是说 把个硬给抖下来 抖下来 抖下来 就用这个 怎么振动法 比方说 跟那个筛子一样 颠颠颠颠 把这个硬 颠颠颠颠 把这背壳的硬给抖下来 哦 就筛子的那个原理差不多 哦 筛子的那个原理 那您这具体是怎么 这个流程是怎么来的呀 您给介绍一下 这是个振动箱体 振动箱体 这是振动定机 通电之后 它带动了振动箱体 振动 振动呢 我四个甲 用这个弹簧 嗯 做支撑 哦 就是将来 开机之后 它是这样 哦 哎呦 这很灵活呀 嗯 很轻的 哦 嗯 按李福千的说法 筛子的原理 应该是不会破坏扇贝肉的 而且 它还在振动筛的底部 安装了传输带 便于收取扇贝肉 是不是这样呢 这次 我们还用小土豆 来测试一下 哦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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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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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的速度确实不一般 那您还是一个有人情味的老板 人工队这边虽然有无老板临时加入 但是似乎也没法再赶超机器队那边了 这个人情味是不是来的太晚些了呢 您已经完成了 您完成了吗 您已经完成了 您完成了 一分半钟 怎么样老板 快啊 你们那边呢 差不多了 差不多啊 还有一些啊 怎么样 他那边已经完成了 哎呀我们弄不弯了 慢啊 看来有可能被老板解雇的命运就要到来了 到了 好加紧了 我们没有继续快了 没关系 咱们一会还要比一下质量 质量要通过的话 我觉得老板还是 刚才他也说了 还有人机味的 你们肯定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好好好 现在已经快完成了 完成了 好了 好 五分钟 五分零 五秒 最终机器提前人工队三分三十五秒 赢得了速度上的绝对胜利 那么接下来的质量对比 会不会同样胜出呢 好了 咱们这个剥完的三杯肉 这成果已经都展现出来了 最重要的这个 给看质量了 对 来一块来看看 来 这边是人工啊 这边是 继续的 那个 吴老板来检查一下 嗯 这个又 这个割伤的情况没有 挺好 割伤情况没有 嗯 质量上跟人工队差不多 看来机器队赢得了今天的比赛 然而此时 吴老板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检查 那就是机器脱下来的扇贝壳 它这是要检查什么呢 来看一下 哎呦 这我找到一个 这找到一个 你看它 你看它还不掉下来呢 对 它这种就是一根筋 一根筋 哈哈 这我挺不好 哎 它是没蒸好吗 还是什么情况 不是 不是啊 就是这个筋 哪个筋 这个筋呢 它不是这个 哦 这个筋啊 有时候 就搭了在上面了 最终 我们在每筐里 找到几十个 这种还粘连在扇贝壳上的肉 换算成比例 也有将近百分之二三十 如果再换算成钱的话 吴老板说 每一百斤肉 就得损失将近三百块 这是得不偿失的 那么 这种粘连的问题 该如何解决呢 吴老师 您看这个机器虽然赢了速度 但是呢 输了质量 您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分离不是很干净吗 我们说呢 煮熟的这个扇贝啊 经过这个机器分离以后 应该有百分之七十都分离干净 应该是比较好分离的啊 比胜的也好分离 但是还有百分之三十 你要人工呢 这个百分之三十就留不住了 但是机器它剩下百分之三十 所以呢 我们就得想办法 把剩下这个没有分离的 这个贝壳和肉分离开 在这我拿一个小的slop 来模拟扇贝啊 来模拟扇贝啊 现在假设这个肉跟贝壳还粘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想办法 把这个肉呢 从贝壳上给它 让它弄下来 掉下来 咱给它抠下来 抠下来那不行 因为它是机器 抠当然是一种办法 就是机器上是情不通的 那我们可以采取别的办法 比如说我采取甩的办法 这个好像不太容易 因为其实很结实的 我可以采取拿锤子砸 或者拿机器压的方法 这个方法确实不是太好 因为你压了以后 它的壳会碎 可能会伤害到它 破坏到它的形状 对 它对这个肉呢 也会有影响 但是我们想 如果说不能去抠它 甩也甩不掉 也不能去砸它 我们这么做行不行 这也是在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方法 敲它 是让它自己去敲鸡 给磕下来 对 磕下来 这也是一种办法 所以如果让这个 还带肉的这个被壳呢 去撞击 发生撞击 这样扇贝的壳也不会那么轻易碎 同时它这个肉呢 也容易好像弹出来 如果要是采取这种办法 可行的话 那么那个3%是没有分离镜的 我们再磕的磕的 摔一摔 那么这个肉就会分离开了 好 原来如此 那不知道发明人 是不是也想到了这个办法呢 脱镜率不高 让李福谦又开始琢磨了 究竟如何解决它呢 他和他的伙伴认为 筛子的原理是没错的 现在只要做到 解决那些一根尖的顽固分子 就可以了 一次吃扇贝的时候 又遇到了一根尖 于是气得他奋力一摔 结果灵赶来了 是不是用击打的办法 能将它们脱离呢 于是开始研究制作 在原有的基础上 加上了一种击打的方式 李大哥 你好 做好了是吗 第三代的 这次效果肯定比以前还好 是吧 以前需要有人剪脱不掉的钮 这次几乎没有了 不用一人剪 那您怎么解决 这个地方 哦 这个地方 哎呦 这样翻过来看 我看这里面是什么 这里面是皮子 哦 就放这吧 放这上面 放这上面 在这加了一道强制玻璃 它怎么个 它就钻吗 钻就能把它剥了吗 对啊 这个被壳吊在上面 它再给它往上反一下 反一下打到这个壳上 嗯 当当 它就那个肉就掉了 反复击打一下 嗯 反复击打一下 原来 李福迁在原有两级震动筛的基础上 增加为三级 并且在第三级上 加装了一个可以无级变速 通过旋转击打的方式 来强制玻璃 粘连在扇背壳上的肉 那么这种方式 是不是就有效果呢 我们还是到吴老板那里 去见证一下 吴老板再找找 找找看里面还有没有肉 是不是都脱掉了 这个材料是没有了 挺神奇的 哈哈 上没上肉啊 啊 看看 咱们看一下这个破炸肉的效果啊 看有没有被那个快速旋转给打破了 破损了 吴老板您看一下 都看仔细一点啊 嗯 还不错 挺好的 目前看了几根还是不错 嗯 很完整 这是我想要的效果 现在很不错 我看看 今天我们员工来了 看你这机器到底能顶我们多少钱 您的意思就是说 还想再来一次这个笔贫 是啊 对啊 就是看这机器到底能顶你多少人工 能给你省多少钱 对对对 我看看效果怎么样 效果好的话 今天这个机器我们都留下了 你一定就可以走了 一筐扇贝 整个玻璃下来 没有找到一个扇贝肉 而且扇贝肉也没有破损 看来那30%的顽固分子的问题得以解决 这一次 吴老板看中了这台机器 他想验证一下 这机器到底能顶多少人工 也就能算出自己能节省多少开支 又或者 他想在比拼中 看看这机器是否真的完善 兴趣又出现新的问题呢 一会儿就是您的员工托这一份 或者那机器托一份 是 两份都是一样大小吧 一半平一半一半多了 这一堆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500多公斤吧 500多公斤 一千来斤了 对 我们这15个人员工 14个吧 15个 那大家有没有信心能够赢了这机器 有 有啊 因为今天这个吴老板也说了 他开始说那个 如果这机器好 他就留机器了 他就 你们就得走人了 走得下载了 对啊 他都会嫁了 咋了 不要努力啊 这次的比拼跟上次的规则一样 先把人工队的扇背组好 然后机器队的也组好后 同时开始 既比拼速度 也比拼质量 好了 好了 咱们这人工队的这个扇背已经整好了啊 对 一会儿就是整咱们的机器队用的 嗯 我看咱们的人工都是叙事待发啊 很想赢了您的机器 一会儿这样啊 咱们就把您这个扇背 然后一扇一扇 啊 正 啊 在他掉落的那一瞬间 啊 人工队也开始 嗯 同时开始 怎么样 停停停 好好好 开始了 开机了 就开始了 开始了 昨天吗 就开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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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有个计划就是做一条龙的生产线 回头我做好了打电话给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面采用的一个敲打的方式来去使那些难以脱壳的扇背能够顺利的脱壳 这样的话既保证扇背肉的完整性又保证一个足够的脱壳率 同时整个的机器设设计的很紧准而且采用不缺钢材质制作 保证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卫生性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扇背脱壳机在脱出的这个成品的扇背肉里面呢 夹杂了很多杂质 那么我们建议呢发明人在这个脱壳过程中再加一个就是杂质分离的一个环节 这样的话使这个它的连贯的连续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栏目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再一次谢谢冯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